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关注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的蔓延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了疫情日记专栏 美南新闻的记者也在一线采访 目的是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 对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来看下面的特评 德州州长埃博特今天宣布 整个德州的居家令将于本周五4月30号结束 这意味着德州将正式解封 但州长表示依然希望大家遵守六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直到度过疫情的难关 依照州长的指示 上周末开始的州立公园重新开放 零售店可以提供路边取货服务 在新的行政令中 从5月1号开始 餐馆、食堂、电影院、零售商、博物馆等行业 也可以重新开放 但规定要求客量不可超过原来的四分之一 户外活动参与者不得超过四人 州长同时宣布从5月18号预计将开放理发店、美甲、沙龙、健身房 但使用人数或顾客仍然维持在50%以下 德州、乔治亚州等十九个州皆同时宣布了这项解封的措施 由于新冠病毒的肆虐 美国全国失业率本周已经高达百分之十六 这个失业率已经快要接近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是美国经济中有史以来最大的负面冲击 对于多数的中小企业而言 州长的解封令无疑是为了大家带来了希望 渴望打开已经关闭近两个月的大门 欢迎旧与新知早日恢复荣景 我们审判大家绝不能因局部解封而掉以轻心 全世界的疫情仍然十分严重 多数同胞左邻右舍仍然面临病毒的挑战 希望大家仍要同舟共济 并愿天佑苍生